老闆 我要賣黃金 好 在廁所門外 等這個李小姐她開門的時候 她才刺殺她 剛好對河系環東 以及二樓的外勞 並以尼亞有目不到 河系環東對著凶血說要報警 然後就去打電話要報警 那凶血就逃逸了 這起雙失命案發生在傍晚五點多 當時這家金氏加工店 曾經傳出爭吵聲 然後店裡的一男女 就被人發現老莫險惑當中 這個死者陳東之 他是躺過在客廳 躺過在客廳當中 躺過全身都是血 那她就身中十一刀 然後她的致命傷口是在 右側頸部 那李恆酸是躺過在 後面的天井 階梯 躺是朝下 然後身體是趴著 她是身中十六刀 陰露老闆陳東之 女會計李恆霜 參操歌喉 雙雙壁秘 一直裝有黃金跟現金的 綠色反布袋 也不翼而飛 根據募集房東跟外勞 隱約看到的人影 畫出了這張圖 但死者兒子表示 對這個人沒有印象 難道是隨機犯案的搶匪嗎 從死者的辦公室裝設來看 他外面 最外面有三面鐵剪門 那陸內 陸內還有兩道門 第一道是木門 第二道是不救鋼門 那如果是不認識的 既他死者的兒子講說 如果是不認識跟 不是特定教育的對象 是不會讓他進來 因此警方懷疑是熟人所為 因為陳東之他有一本帳冊 帳冊他會是記錄他每天 所有買進跟買出的客戶的名程 所以我們就是從那本帳戶開始清查 然後一共清查600多筆的客戶 還有治安人口 總共加起來總共有959個人 959個人有如大海撈針 蓋入和著氣 在現場 犯罪現場 有踩到眼眉關鍵的鞋長 第一眉是在死者工作桌的桌墊上 踩到眼眉鞋長 因為在後面廁所的外面門把上方 也有踩到眼眉鞋長 鞋長文的血是死者陳東之的血 然後胸前是沾到死者的血 然後再把那個掌文印在這個門板上面 所以確定這個掌文是胸型的 因此警方決定 查訪這959個人 請他們納硬指紋 這959個人 在當時的專業小組都記載排除 我在103年11月6號的時候 刑警大隊接候匿名的檢舉姓 那這種檢舉姓裡面 檢舉人檢舉的對象 也就是邱信嫌患 這封署名給刑事大隊長的信中提到 七年前為了怕麻煩上法院 又怕被兇手報復 所以不敢報案 最後一段支持 兇手也是同行 是經營金瓜石英樓的邱明輝跟他的舅舅 但七年前 機方就曾比對邱明輝的指紋 當時已經排除他涉案 隊長反覆看信 越看越覺得不對勁 簽結的決定做對了嗎 他在裡面有寫到 邱嫌他經營營樓前後的狀況 欠債的情形 戶債的情形 以及他頂案給別家的情形 一般檢舉人是不可能有那麼清楚 所以我們才會說認為 極有價值 可以值得去調查 一天內把簽結的決定 火速收回 趕往邱欽嫌犯家 是有一點驚訝 但是他也很鎮定 說案子不是我做的 我跟你們回去是沒關係 但是也有一點不高興 說那七年前都已經查訪過了 為什麼現在還要再來查訪 沒想到彼得出來後 邱嫌文就是臭刑嫌犯的 邱嫌文就是一樣的 都把證據放在眼前 他還是沉默 直到警方消以大意 我們在告訴他說 以因果報應說 因為如果是他做的殺人 這個殺人在要他來返 不要留給下一代 後來也突破他的心眼 終於他坦承說有 殺害陳東芝跟李鹽酸 揪出兇手的關鍵性 到底是誰寫的 這部分我們知道 沒有認為是他家 可能是他朋友 比較親近的朋友 警方懷疑 可能是親友看不下去 決定伸張正義 畢竟躲得了一時 躲不了一世 最後一審 邱嫌玉遭判死刑 也讓延宕七年的命案 終於成員得雪